各位听众、观众、网友们好 今天利用一点点时间做一个短视频 谈一谈今天5月2号 习近平在北大视察之后讲了一番话 整个在北大的这样一个行程 那么北京时间5月2号 习近平特地到北大去 因为是北大今年是有一个很隆重的 就是庆祝孝庆一百二十周年 真心中华 真心中华 也就是双甲子 这一百二十周年是应该有很多值得庆贺的事情 但是庆贺的方式似乎不大对调 还是按照中共这一套 由国家最高领导人来视察 表示重视 然后发表了一篇在他们看来非常重要的指示 这个指示是什么呢 这个新华社以及人民网都一个通完的大标题 就是只有国家一流 学术才能一流 或者讲 这个首先他们的重点要放在这个国家 要把国家变得一流 怎么变成一流呢 这个他没有具体的说 但是说什么是世界一流 习近平讲 这个一流呢 要从这个中国特色上去评价 这个就很奇怪了 就是说你评价 是不是一流 不是由你自己说了算 应该有国际的标准 那么学术有学术的规则和标准 那么在全世界范围里边 学术到底谁是一流 不是说你自己自说自话的 应该有一个国际通用的 大家共同接受的标准 所以这个一流 我们这个讲的当然是指的是国际一流 既然是国际一流 当然要有国际的标准和规则 而不是自说自话式的 所以他又加上了一句说 要在中国特色下去评价 这就很奇怪了 那就是说世界一流 不是由国际规范标准说了算 而是由中国特色 作为这个标准去说了算 这个就是根本大家想一想 习近平过去讲的 比如说法治 他说的法治是在中共的领导下的法治 而我们知道法治本身的含义 就是法律是至高无上的 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 而中国呢从古代 那就是皇权 皇权凌驾于法律之上 这个皇权说了算 法律也是由皇帝来制定 或者讲由皇帝来做最后的裁决 所以那在中国这个所谓的特色下 那么当今的这个中共统治 也就是说中共要说了算 那么到底是不是法治 要在中共的领导下来进行 那么现在讲的这个学术 大家都知道 学术本来不应该受意识形态 党派这个之争的影响和妨碍 但是现在呢非常的明确 这一切都必须在党的领导之下 而且呢评价的标准 也不是国际上的这个通用规则和学术标准 而是说由中国特色来决定 到底是不是一流 而且还说一切都要服务于国家 首先要服务于国家一流 在这个基础上才能谈其他的 那么怎么样能够让中国成为一流的国家呢 我觉得如果中国要全面的开放 全面的市场化 然后在各个方面走在世界 通过竞争对吧 通过国际竞争走在世界的前列 这才能够被人们认为是一流的 而你自己自说自话 把这个经济总量 在这个牺牲了国民的福利 牺牲了国民的人权 牺牲了中国的环境 牺牲了中国的教育的独立思考 学术的这种独立专严的这样一些前提下 让中国变得是近一百年来 在各个方面都是 应该说空前的愚昧和落后 这一百年里面可能除了像文革时代 就是中共掌权以后一段时间里面 那现在就是说比那个时候能好到哪去呢 那物质条件是进步了很多 技术方面也进步了很多 但是从思想意识形态方面来讲 并没有真正的进步 在某些方面还是退化了 那么这次习近平到北大 这个是经过精心的安排策划 北大的这个除了校方的领导 比如说党委书记郝平 这个校长林建华 这肯定是要陪同的 另外呢还有这个国务院分管 科教文卫的副总理女性 这个孙春兰 政治局常委 还有呢就是北京市委书记蔡奇 这都是陪同的 然后呢到了北京 到了北大之后呢 北大的有关的学术带头人都出来 因为大家知道北大是以人文社会科学建长 通常说北大是文科之首 清华是理工科之首 所以呢这个出来见面的这些教授 学科带头人呢 主要是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方面的 那么首先第一个排在第一位的是 蒋朗朗是他的身份呢 既是北大中文系的系的副主任副教授 又是北大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而是北大新闻发言人 就当时这个宣布 这个北大把我这个开除 这个具体的这个官方的这个发布消息 就是由蒋朗朗宣布的 那么他这个人呢 你看看他的背景就知道 他是来自新疆的 虽然是汉族人 1964年出生 后来考到中文系 学了些什么呢 他的这个专业领域主要是 这个华人文学 就是华人海外文学 他研究的一个重点 其中包括乡愁文学 一个代表性的人物 就是余光宗台湾的诗人 所以呢他这个在北大待了这么几十年 从86年开始留校吧 这么多年基本上就是做这方面的研究 现在呢就是大家知道 中文系教授一般都是比较有过去啊 传统上中文系教授是比较有风骨的 有批判性 像鲁迅啊 像许多写杂文的人 那么后来的这个北大中文系的教授 往往是什么样的人得到重用呢 就是没有反骨的 就是写一些这个拍马屁的 这种歌德文学的人才会受到重视 那么蒋朗朗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人物 然后后面呢 还有几位学术带头人了 那比如说像王吉思大家都知道 是研究这个中美关系 这方面的一个非常突出的专家 他以前担任过社科院 美国研究所的所长 后来到北大当国际关系院的院长 那么王吉思呢 当然是很资深的这个研究中美关系 和国际关系的一个学者了 他的父亲是非常有名的北大学者 王立教授 就是中文系 我想过去很多大学生都读过 古代汉语那本教科书 那就是他父亲写的 那么他的这个王立的后代 在学术上也都还有一些成就 包括王吉思 还有这个王吉词 也是北大地理学院的这个教授 然后下面呢有这个 比如像林毅夫 这个大家都知道经济学家 然后呢 这个前圣诞 是从英国留学回来的历史学家 研究英国史 欧洲史等等 还有邓小南 邓小南呢也是历史学家 邓广明的女儿 他研究的主要是这个宋史 唐史 而且侧重史 妇女史的研究 因为他本身就是女性 所以呢这个 还有社会学的一个教授 叫瞿静东 另外还有这个研究美学 艺术哲学的 这个叫彭峰 这个彭峰是研究艺术学 哲学方面的 还有呢就是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 也就是前生是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有一位叫于淼杰 是在美国加州戴维斯 分校获得博士学位的 他原来也在北大读过经济学的硕士学位 后来回国几年以后也发表了很多 有关国际贸易方面的文章 这个发展经济学方面的文章 也是比较突出的一个学术领头人 那么刚才讲了这些人呢 都是在北大现在看来 可能都是比较领先的 有影响的这些学者 当然这些学者呢 你看看都缺乏一个什么共同的东西呢 就是如果讲独立的研究 那么就是带有批判性的 对尤其是当今的政府 经济政策 或者是整个国家的发展战略 如果有什么重大的缺陷和失误 敢于展开正面的批评 这样的学者几乎没有 林毅夫教授大家都知道 是这个官方比较看重的 虽然他有些观点经常是被政府所采用 而且也是配合政府的这种领导的意图的 比如说过去中国要搞这个 整个的国家发展战略计划 大的计划 他那时候搞了一些新农村开发 跟后来官方非常看重的城镇 发展城镇经济 城乡一体化 这个方面是有着直接的关联 而且林毅夫教授有个很多的惊人的预言 这个惊人的预言到现在看来是有问题的 他说中国还可以继续的高速发展30年 高速发展指的是什么呢 平均增长率在8%以上 他认为还可以继续发展30年 但是现在显然已经和他的预言不相符了 那么他虽然在有些场合比较小的范围里边规模上 他可能也对政府的有关的政策或者战略提出过一些自己的建议和批评 但是总体上来讲这么多年来 由于他特殊的身份和背景 大家知道他是台湾人 而且他原来在台湾进门重军 他是偷渡过来的 等于是叛逃国民党军队 跑到中共军队来 一开始在中共军队里边 是给他一个迎击军官的位置 但是他并没有真正在军队里边重军 提出要看中国的所谓革命圣地 延安井冈山这些地方 看过之后他要求在北大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所以在北大经济系 拿过有关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方面的硕士学位 然后到1979年的时候 恰好芝加哥大学的舒尔茨教授也是系主任 他是当时已经80岁高龄到中国来访问 在复旦大学演讲 后来路过北大 也在北大做演讲 当时找不到合适的翻译 就是当时1979年 经济学好的人一般英语都很差 那么英语好的人又不懂经济学 而且在那个时候 中国连经济学的知识都很匮乏 主要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所以那个时候来自台湾的 有过相对良好训练背景的林毅夫 就做了这个舒尔茨教授的翻译陪同 三天一直陪着舒尔茨教授 舒尔茨教授非常欣赏他 就鼓励他说你申请我的博士 其实那时候 舒尔茨教授在芝加哥大学 已经不怎么知道博士生了 已经80岁了 但是他对中国的这个 来自中国台湾的 那么后来呢 这个林毅夫呢 就是在芝加哥拿到博士学位 又在耶路大学做了一年博士后 然后回到中国在北大 创建了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那么这个方面呢 他应该说是做了很大的贡献 就对中国的经济学的现代化 以及跟国际接轨 做出了很大的这个贡献 因为那个时候 中国就整个来讲 经济学水平还比较落后 基本上没有办法跟国际接轨 所以呢 从90年代 中国在这个方面做出努力 慢慢的经过十几二十年演进 现在呢 中国经济学只能说 比较接近了这个 西方的这种国际学术规则 但是仍然还是有很大的缺憾 只是接近 有些人可能在美国 在西方接受了学术训练之后 能够发表不错的论文 但是绝大多数 中国的这个经济学的 无论是学者啦 还是教师啊 学生 离这个西方规范的经济学的 这个学术研究 差距还是很大的 那么而且有人对林毅夫教授呢 有一些批评 认为他虽然出自芝加哥大学 但是他的思想并不是 芝加哥学派的思想 他更多的是为权力经济服务 更多的是为这样一个 大一统的这个理念服务 所以说呢 现在恰好这是官方比较喜欢的 当然官方对他还是不够信任 没有重用他 因为他毕竟是来自台湾 甚至是来自军方 所以呢 中共一直没有给他很高的职务 所以这个虽然 出自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 易刚教授 易刚教授现在已经是央行的行长 那么还有一些其他的学者 在国内也是享有重要的 政策方面的影响力 比如说周七仁教授啊等等 那么刚才讲到 就是说这个学术 这个习近平呢 他是对学术完全是门外汉 他完全没有这个学术的训练 所以他对学术工作做指示 那就是就相当于当兵的去教育秀才 要如何做学问 所以呢 他大家都知道 习近平那个博士是假博士嘛 所以呢 不要太当真 那么他讲的就是说 这个什么一流的 他可能认为中国现在是一流的 那他认为学术标准 也不要跟西方一样 记得在2014年5月4号 他到北大访问的 这个视察的时候呢 也做了一个指示 就是说北大清华 不要去做什么 中国的哈佛拉建桥啊 而应该做中国的北大和清华 他这次的视察的时候 他又说了 他说这个民族的就是世界的 意思是说有自己的中国特色 就能够领先于世界 这是很搞笑的事 那照这样讲的话 世界上220多国家和地区 好几百个民族 如果每个民族自己有特色 就成为世界一流 那不都人人都是一流了吗 对吧 这一流不是你说了算 你等到你自己 真正成为一流以后 那你的民族性 或者你其他的 对世界一流的贡献中的 民族特点 才能够被人们所承认 比如说像犹太民族 当犹太人做出了 杰出贡献的时候 对整个世界的进程 产生重大影响的时候 那么犹太人的民族性和特性 才值得更多的人去研究和关注 而这点恰恰在中国没有体现 那么我们讲 就是在北大有一个学院 这个地位是非常尴尬的 叫马克思主义学院 这不光是现在北大有的事件 现在全国主要的高校几乎都有了 那么这个马克思主义学院学的东西 学生都不好意思 一说北大马院毕业的人都笑 当然你要在政府里边 在党务系统工作也许还可以 你要到市场 尤其是到外资企业区 你说是北大马院毕业的 人家问你学些什么东西 你虽然跟人家费尽老劲去解释 总还是不够具有说服力 所以这是误人子弟 就是说北大校方 中国的教育部 就不应该设这样的学术机构 或者讲学院 它也不是学术机构 说实话 你要是马克思主义学院 你真正研究马克思的学说理论 能把它研究透也算不错 但是都是挂着羊头卖狗肉 中国是在搞马克思主义吗 也不是 马克思主义早就被素质高格了 所以这是挂着羊头卖狗肉 中国搞的是实用主义 机会主义 后黑学 就连马克思主义的这个基本功 理论方面的基本功 马院里边也没有几个教授 真正懂的 他们有几个人对资本论下过很大的功夫 有几个人对马克思的整个的 这个文章啊 著作啊 有深入的研究呢 所以呢 讲到这的话 我想这个有一个 中国非常著名的学者 他已经死去多年了 就是陈寅雀 他是当年清华的四大导师之一 他一句著名的名言 座右铭 被当今后人所铭记的 就是什么 独立之精神 自由之思想 他认为整个的学人 学子们 最应当看中的就是这两句话 如果这两句话都没有的话 那根本谈不上追求学问 所以呢 到他晚年 他过去呢 对中共还有点幻想 他没有说要到台湾去 那时候胡适抢救学者 让很多的人到台湾去 他觉得他也没跟中共对着干 也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 他就觉得中共不会对他很不好的 但是他没想到中共对学术是什么态度 对人的自由思想 是采取一个扼杀的这种专制的态度 所以像他这样的人也是不能够被容的 他曾经有一个幻想什么呢 最好笑 就是当时准备调他到北京去 周恩来他们都希望他去北京 到这个中国科学院做历史研究 但是他提出的条件是什么呢 就是说我要是去的话 我有几个条件 要毛主席和刘少奇 还有你周恩来 三个人给我写保证 我才能够接受 当时呢 是希望他到历史学研究所去 掌作为学术领头人嘛 他说第一 我不能幸福马列 你不能强迫我 就是马列主义 我并不是我认为的真理 所以我不愿意幸福马列主义 第二 我不参加政治学习 第三 我在学术上有什么观点 不受任何人的干扰和阻碍 那么这三个条件谁敢答应 周恩来肯定是不敢答应 他毛泽东 刘少奇会给他 陈英雀 一个学者写这样的保证书吗 这个是很荒唐的 有点的书生气 所以呢 最后他晚年很凄惨 有一本书就叫陈英雀 最后二十年 所以我想大家要想知道中国 在中国这个环境下 在这个制度背景下 要想搞学术研究是多么的困难 大家知道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 每一年要申请国家课题 国家大量的研究经费 都是由这个系统发布的 但是呢 这个 它是这些科研的基金项目 都是谁领导的呢 谁掌控的呢 叫做全国哲学科学规划办公室 这个办公室设在哪呢 设在中共中央宣传部 也就是说 如果你在这个方面 没有达到 就是中共意识形态方面的标准 那么你就没有办法得到任何的课题 也没有办法进行这个 这个研究基金 研究项目 所以呢 在那个时候有很多人 由于在思想上 本能的有一些抵触 所以没办法申请到 你像我们这种 带有自由主义思想的 我们有自己独立见解的人 要想申请这样的课题 基本上是不会得到批准的 所以呢 也没有必要去申请 好的 今天我呢 大概就是简单的来谈一谈 这个习近平访问北大 视察北大 然后给出的这个 所谓的最高指示 这个最高指示呢 这个是非常搞笑的 所以我觉得他真的是非常的愚蠢 而且没有自知之明 自己呢 根本就不懂得 什么是学术 什么是思想 然后还给别人做这个引导 悲哀啊 确实很悲哀 14亿中国人 在这样的一个 最高统治者的领导下 然后呢 这个思想的自由 言论的自由 劫色的自由 新闻出版自由 都没有了 都被剥夺了 互联网呢 都不能随便上 所以呢 你还有这个社交媒体上 也不能随便发言 自由一点点再减少 但是 有些人没有这种意识 他觉得 只要我活的 我有饭吃 有遗传就很好 那就是动物式的生存 没有思想 没有灵魂的生存 跟行事走入差不多 所以呢 我希望中国人能够 自己的 有自行 应该有深刻的自行 然后呢 深刻的这个自行和反思之后呢 有一定的反叛 这个反叛不是说 要你去直接去造反 但是你至少可以不服从 不配合 我相信每一个有良知的 有底线的中国人 应该有这样的一种觉悟 好 谢谢各位 谢谢大家